發覺這世界 永遠太小心黑 因此花一天 改變一切習慣 消失太快 捉得到太少 喜慌花一天 感覺一切是愛 都市人每天 每天天天天胃口奔馳 重複又重複苦悶的工作 可以保持繼續堅持 就是為了他們一點點的興趣 每一樣的興趣 都可以滿足不同人的內心 遺植他們的心靈 可能今集就是你的身心有趣事 你…你怎麼了 是甚麼 你沒眼睛看,是甚麼 是酥皮 是酥皮 我有說我要吃酥皮嗎 你知道我不喜歡吃酥皮 你現在是否害我 甚麼害你 我所有東西對你都是好害你 我不覺得 這些東西… 你知道我是糖尿的 我已經不想吃酥皮了,對吧 酥皮你知道它會怎樣 會怎樣 它沒有毛的 你看… 你大把你掉了 你看… 你害怕嗎 你看 你現在害怕甚麼 好,好 很舒服 剛才那個… 我覺得很適合 對,而且毛的感覺是… 對,我覺得很棒 不要緊,你很久還沒掉完 好…其實我也害怕 不用擔心 就是很冷靜的感覺 如果我怕它會啟動 然後最後,我總是有… 到底剛才發生甚麼事 這麼激動、罵了大家 對,很可怕 對 喝杯… 非常好 很愉快、很舒暢 對,好像… 變避了一段時間 很通常… 排走了 已經出來了 對,派獨 也很愉快將我之前的屈結 透過一個即興的練習 即興嗎 沒錯 就抒發出來 就是一個小小的戲劇練習 沒錯… 果然是好戲之刃 但戲劇這件事 又如何跟情緒有連結掛勾 為何會做一個即興 又可以抒發我們的情緒 我想首先要說一下戲劇是甚麼 其實戲劇是我們接觸的東西 通常在電視、電影、舞台 它是一種表演 表演中涉及到人 即是人有一些所謂的角色 英文叫做角色 是 另一個解釋是他有一種性格 即是他有性格、故事、人物時 他們不會坐在那裡沒有工作 他一定會有些事情發生 我們經常說有些衝突 通常會涉及到一些情緒 即我們吵架,他怎樣都會發火 或是會鐵絲底利 所以戲劇是在呈現人的動態 所以他一定會有情緒 但怎樣可以幫助我們 例如要對我為例 我比較…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抑壓一點 通常對方… 如果剛才蝦頭髮那麼大 脾氣在我身上 我就會… 外了 我就會很不知道該怎麼辦 真真… 戲劇可以幫助我 令我都可以像你那樣嗎 我怎樣 即是釋放一點 釋放一點,提開一點 其實挺有趣的 就是我們人很怕情感 怕一種很濃烈的 例如我和蝦都會 我們平時不喜歡吵架 別打…我們通常是磨事佬 但因為可能是一個道德 或者社會的規範 或者我們會怕傷害到人 但戲劇的地方就是… 其實是一個表演 他在表演用一些真的感情 我們經常有一句大師 這句說話叫做A play is a play 一個戲其實是一個遊戲 當你遊戲的時候 你不要太緊張 我們現在說做測驗你會害怕 但我們試試測驗 或者我們玩一個遊戲 你就立即會… 放下了戒心 對,防備會比較少 它會較容易令情感 在假設的情況 在戲劇情形中 它可以… 走出來 走出來,它會大膽一點 對,因為剛才大家都問 吵架… 我們兩個的個性 是不怕衝突的人 大家都以為我們不如不要吵架 我剛剛相反 不是,你讓我吵架 因為很好玩 其實演戲對我們來說 不是很深奧 或者是一件很… 很濃大、很高的東西 你一定會 而是一件很好玩的東西 只是煮飯而已 媽媽吃了它,腸子更硬 不是,真的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些東西不會太嚴肅 會更舒服 舒服的時候,你會打開心扁 意思是小朋友經常會失控 他們會跑,因為他們很開心 就會做很多事 但我們都市人又越來越不開心 這就是那種很好玩的狀態 進入氣旗的世界 而那就是一種想像力 我小時候看到沙發 你可以變成甚麼 山,我小時候是爬山 因為自己小顆 沙發大後,我可以爬兩步上去 沒錯 這樣就像爬山蜘蛛盒 它可以變成一個山 可以變成一格巴士 可以變成一格船 可能一條洗澡的毛巾 生氣後,我通常會變成甚麼 香港小姐的老婆 總之永遠有一條毛巾 或是一條皮 沒錯 你就是要在這裡扮演英雄 要不就是那些… 或者希臘的女神 對… 這些就是戲劇很好玩 還有豐富想像力的元素 想像令你會… 當你越來越想像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假設他是真的 如果我們戲劇有句話 就叫做Magic Eve 如果他是這樣的時候 會怎樣 當我們在預測這件事的時候 跟生活有一點不同 我可以容許在這一刻 我們釋放一種情感 無論喜怒哀樂,甚麼都好 所以你做完之後 你不會傷害到他 意思是我跟你做完戲 就算我蓋完這一巴士 之後我們知道我們正在玩一個遊戲 而大家會有一種默契 而不會把之前的東西放在心上 我對上一次演戲 就是小學畢… 不是,幼稚園畢業時 當白雪公主的皇后 你是皇后嗎 對 你可以讓我看邪惡嗎 很邪惡 現在這位是男人 是兩個人 對… 很棒 他的演戲真是零經驗 沒錯 不用擔心 我真的覺得你很有能力 反正雞老師又在 不如你跟Adams一起跟雞老師 去經歷一些他們沒經歷過的事 玩一下吧 玩一下… 你帶我去哪裡 這裡,你說你不開心吧 不開心,但帶我來這麼漂亮的工作室 對,因為我要帶你來 跟阿雞上一堂戲劇課 讓他感受一下自己,了解一下自己 你好,阿雞 你好… 你們是怎樣進來的 隻貓給我開門 好,是助教 好,你們今天來上戲劇課吧 對… 了解自己的心靈 感受一下 好… 好,我們今天來一個比較特別的戲劇課 我們有個說話 叫做To act is to do 好嗎 我們先不要說那麼多 不如先做吧 好… 好… 行嗎 行 好… 咖啡吧 好 好,兩位 我們現在開始做一點熱身的事 好嗎 好 這個過程最主要是看 是怎樣認識自己的身體 即是說在過程中 我們不是要做快 我們也不是一種拉筋 好嗎 現在兩位可以慢慢閉上眼睛 是 是 慢慢呼吸 觀察一下天花板 感覺一下 對,不用開眼 是,保持呼吸 現在慢慢躺在地上 躺在這裡,慢慢兩隻腳打開 兩隻手攤開 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我們的下半身 觀察一下你的左腳和右腳 有哪隻腳較長 有哪隻腳較緊 但這些動作是讓你意識到 其實你的身體正在做甚麼 它裡面有甚麼 剛才你們當你遇到時 你會發覺 原來我有這麼多空間 我可以試 所以在表演戲劇上 我們由一種很簡單的感受 慢慢去發現自己的細節 是 當然再遠一點是說 表演上是人物、心理、性格等 所以若要表演或參加戲劇 必須先處理好身體 對,這是我的概念 好 所以就處理好 現在身體鬆了 我們可以回家了,對吧 不是說笑的 我們還有下一節 下一節… 待會我們試試看 大家會做不同的練習,好嗎 好… 好,我們已經拉了筋 我們這樣坐在這裡 我們是否有下一個節奏 是…沒錯 下一個節奏就是 我們會透過表演中的一些東西 我們會做一個即興練習 即興練習不是考演技 只是看你們每人的性格是怎樣 對,好嗎 待會我們會做甚麼 就是我們有一個情境 那個情境是… 剛才我叫你們想像有一個朋友 對吧 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將要離開 你自己想像的那種離開 是一種怎樣的離開 可能他移民 可能他回家 或者他去了… 他去了上面 或者去了地獄 我不知道 一會兒會有一個情況 當我… 如果我有這個鼓聲的時候 他快要離開 閉上眼睛 是嗎 對不起,我覺得… 我不應該是你一生50%的煩惱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開開心心 我不想這樣 對不起 但我真的很不喜歡你 我經常發脾氣 但我跟你說的時候 你也不會理會我 冷靜,不要動 保持住 好,Anton,如果你這一刻 如果你認同他的說話 安慰對方 你的手可以搭著他的肩膀 或者掃一下他 給點鼓勵對方 對不起,我… 我沒有心的 但我也很努力 我不喜歡你不支持我 Adan,繼續擦他的眼淚 對,繼續擦他… 接著你繼續說 Adan 我想你保持住 不要說他犯意 兒子 你告訴他你不喜歡 好像做不到 對 很好 好,不太好… 好 好,剛才大家玩完了 好,我們也看到很多事情 說一下你們聊天的時候 中間是怎樣 或者你的心路歷程 坦白說,我剛才聽Anton說的時候 我越聽越理性 我去閱讀他的眼淚就是… 他捨不得 他… 即是他更喜歡 他更喜歡 好… 亦很內疚 對 我感覺到他… 他有很多問題 都覺得自己的錯 你想靠近他 我會想告訴他你真的錯 好… 真的,我是這樣的 即是… 即是你甚麼情緒都說 你是錯的 你哭也沒用 即是這個意思 對,即是你繼續跟我說 你知道自己做錯 那你真的做錯了 其實挺感動 是一個挺好的完結 很真摯 剛才說的一件事 好像似乎你的反應 最大是因為你覺得別人誤會你 似乎在你整個動態中 我們會發現到的是 原來對你來說 可能… 即是在你的現場 這個藝人的現場來說 你需要多讚賞 你需要別人的肯定 我也很開心的 例如我教學生的時候 我在他們身上看到另一件事 是,看到一些很珍貴的東西 也在警惕每一個人,包括我自己 我覺得你的洞察力很厲害 我覺得你好像一個心理學家 聆聽自己的聲音 是 包括所有東西 不是我在想的東西 有時想我們會歪掉 我們總是想想好的東西 是 但其實不好的東西 我們沒有面對,我們放在一旁 所以任何東西 都是一個素材給你感受 給你問問題 謝謝你,雞 謝謝你今天給我們這麼寶貴的經驗 謝謝你們… 坦白說是不容易的 我自己也不行 其實不是經常行 沒錯 加油 會努力的 對 在這麼大的螢幕上看到自己 有點尷尬 有點臉紅耀熱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戲劇的經驗是很好的 因為我不是很多情緒的人 也很… 我不覺得 真的嗎 他自己看自己和別人觀察你們 又很不同 我說你有能力 剛才我看我覺得… 就是 絕對有能力 為甚麼 經常封自己的後門 我也很豐富 你很大便 而且你願意把你的情感表現 我覺得是反而… 我是在感受你感受甚麼 所以不用這麼擔心 我說你有能力 你再做一次那個姦愛 是否… 不是,跌倒了,跌倒了一點 進去的… 進去的 我當時想起一件 很不想面對的一件創傷 然後真的很久沒哭 因為這件事,所以哭了出來 然後那天真的睡得特別好 是嗎 對… 是特別早睡 然後睡了八個小時 好,八個小時有很多嗎 對 可能別人說很多 我平時只睡五個小時 可能這樣釋放情緒 是對身心靈健康的幫助 而我就是…其實我很享受 但我習慣了 我依然還是處於忍耐 或者收藏自己多一點的狀態 當然也是因為我們想起自己的事 回想起時 我的情緒本身已經習慣了 比較有抑壓 對 身體人,她跳舞 她用身體的表達會比較強 即是活動 但活動會有一種… 我會想很多 有一種不自在 有一種會比較聰明 你們為何那麼喜歡這個戲劇 喜歡的原因是… 如果我純粹… 我們說回小時候 為何會讀戲劇或其他東西 很玩 那種玩是因為… 小時候打球 會跟朋友一起去 你們一起讀書時會覺得很沉悶 但不,上戲劇堂 就是跟朋友一起玩 而且有些女生 有些女生 你會打成一段… 對,那種愛情 有些戲對著 平時你不敢跟她說 不敢接觸 她一刻要跟她演戲 我真的要看著她 那種… 我可否跟你一起出場 一起拍一段戲 那種… 你又會… 那種人又會… 大膽了,開心一點 開心一點 很青春 對 我覺得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很好玩 而且你平時看見我 真的很發放… 其實真真正正的我是很靜 而且很斯文 而且不太出聲 我感受到 問問基加老師 你就知道了 是 你有試過真的太投入的角色 而無法抽離嗎 那些內容可能是很血腥的 很恐怖的 或是需要很大的情感 像死人嵌漏之類 是會無法睡覺的 有時我們有習慣 我們要讓自己靜下來 或者喝杯東西 然後大家喝水 然後才慢慢完成那一天 一人退 當你不了解自己 或者不了解那些是甚麼 你會慢慢把它放大 所以當我做了沉屈的角色 你就會很容易 腦袋偏向她的位置 以前讀戲劇演藝學院的院長 鍾景輝老師 當時我很記得… 就是說演戲時的自己 其實要有七分投入 三分是清醒 你不會是100%投入下去 譬如說如果有一場戲 是要打一個人 你真的要打一個人的時候 其實你是不需要這件事 我們魔術的地方的演員 就是你可以創造那件事 我打下去的時候 其實他的反應或打下去的時候 你會令觀眾相信他是真實 已經足夠了 而我覺得最好玩是 可以跟不同的男演員談情 對,剛才很擅長 拍拖 很開心 會否是棄架情質 對,會否太投入 然後墮入愛河 我自己會在演戲的階段中 我會投入 我會容易 即是他就是你的男朋友 但我會抽離 因為我知道那件事不是 我會分得很清楚 但最好玩的… 譬如我和雞老師也試過 在演戲中,我們每晚的演出 我們都會讓對方驚喜 繼續建立演出或那種關係 我們是… 那一刻我真的很喜歡他 我真的很喜歡 這個男人很棒 我跟他玩了一個小遊戲 但觀眾可能不知道 可能我跟他之間的東西 可能我抱著他時會比較大力 有些很小的東西 但其實我們在這裡溝通 但觀眾看到你們兩個很有默契 或者在這裡笑傻傻傻傻 但在笑甚麼呢 我們會享受這種遊戲 原來戲劇可以釋放情緒 然後也令自己的心靈更健康 我也很想繼續跟你們學習 甚麼時候可以再學習 甚麼時候要開班… 其實很快就要開班 不如我們討論一點 我也想跟你學上課 一起吧 你想認識男生 對,吃一下吧 對,吃一下吧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下鈴鐺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